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论的比较多的公知这两个字有关系 有人糊涂 不知道什么叫公知 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公知争厚群 但是隔壁王奶奶常说 一找一瞎找瞎 王不找个别亲家 这道理大家懂吧 是吧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道理大家都懂吧 你拿了日本的钱 蒋方舟也承认了 你不承认人日本外部城 已经把这事公布了 对吧 你拿日本人的钱 写日本人高兴的作品 日本人拿着你写的 让他们高兴的作品 往上级汇报 这事都是公开的信息 这都是公开的信息 不是什么独家信息 是的 有人说这是国际惯例 这叫公共外交 你们不懂 咱一个退休老头 不懂的东西多了 公共外交咱不懂 那咱就学习吧 那公共外交既然有这种惯例 是吧 既然公共外交呢 这事正常 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批评 或叨咕这事的自由呢 既然你作家有这样的 拿日本人的钱写 日本人高兴的作品的自由 我们就没有叨咕叨咕这事的自由 我怎么就有点不服气呀 我有个观点 说的对不对 您分析一下 就算是公共外交里边 有各国惯例 然后呢 请人来招待你 给你钱 然后呢 你写点东西 假如这一切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作家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他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是不是也是应该的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是不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这个事应该是个准则呀 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 你说他街道干净 你说他这个 这个日本妇女地位特别高 女性崇拜 七十五度角 一蓝无鱼 然后什么什么 也写也就写了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 历史上和我们的那种过节 日本法西斯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人今天 何废料 日本今天对中国的诋毁 日本拉着美国 拉着印度 把台湾台湾海峡的事 拉入到日本战略 关注的范围之内 动不动就 哇啦哇啦老鬼子 要接着冲出来 这类事情 你们是不是也得有一点反应啊 你们不做反应 这事是不是有那么一点 不太正常啊 换句话说 拿日本钱我不管 日本人说喜欢你的东西 我也不管 但是你们写的东西和日本人的这个味道 太接近了 以至于对日本的这个政治话题贴的简直是无缝欠接 这种现象 值得不值得 我们说一说 值得不值得 我们看一看 有人说 这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真的吗 世界上的事情是普遍联系着的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断变化着的 在不断变化着的 普遍联系着的事物当中 有的时候啊 你去看这个人的全部的轨迹 你就总能看出些东西来 所以 对蒋方舟这样的作家和 与蒋方舟一样的 拿日本人的钱 给日本人写一些日本人高兴的作品的那些人 我觉得 把它纳入到一段时间来看 你就能看出一个究竟来 不信 你来看接下来的截图和图片 我年纪大了 说话越来越啰嗦 越来越绕 脑子还不好使 脑袖管硬化 反正脑袖管出事了 有人说你说话忒绕太啰嗦 我有朋友说话硬 我有个朋友说了 说蒋方舟这事 为什么很多人看不出眼 第一是因为清华大学降分太多 你直下降了60分 很多人就差几分没见清华的 不服气 第二是因为你舔日本太过 让很多人觉得恶心 第三 因为你踩国家太多 踩国家的脚太重 超出了正常的批评 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 中国当然有问题 但是你的那个角度不对 你的脚踩的太重 还有 因为又当又利 所以让人觉得无耻 又当又利 这话要补充一些句子成分 才能听懂 如果不补充句子成分 什么叫又当又利 And what is you当又利 又当又利 隔壁王奶奶经常说这个话 我就不重复了 蒋方舟这次被人家单独拿出来 我想是因为蒋方舟还是大家重视的 对吧 他自己脑袋是顶着大家 给他贴的那个标签 估计甩起来也很难 因为确实是拿了日本人的钱了 拿了日本外部省的钱了 外部省也公布了 人家有统计有账单 是吧 每个月两万块钱 啥都不用做 蒋方舟侮辱中国人民解放军 侮辱中国人民解放军家属 这事大家都知道 这就传的太多了 是不是 赞美港独黄之锋 在外网上和轮子那些内容相呼应 呼应都说的简单 叫做热情互动 诋毁中国疫情防治是真的吧 非要从中国制度上去找原因的吧 在这点上 他唯一的区别就是 方方那个明火之杖子直接了当 显得有那么一点取比 取比更显出一些文学的张力来 比方说国外做得好 人家如果国外做得好 不是不能表扬 国内做得差 也不是说不能批评 问题是国外不好的地方 他却能舔成舔成好的地方 国内做得好的地方 他偏偏要去踩 要是这都没问题 你说他自己相信吗 所以像蒋方舟这样的一些 拿了日本人的钱 给日本人做软宣传的这样一种现象 现在我们老百姓说一说 都要不断的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要过分解读 此事不宜过分解读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是说就是错误的 对不对 我刚才说这几条 还真不是我说的 我是 是我的一个朋友 人家说话特立足特痛快 比我有水平的人说的 蒋方舟真说过这样的话吗 说过呀 你比方说蒋方舟的微博里边 截图你看到 蒋方舟说 中国法治自由民主社会 何时到来 这一条这么一句话 那意思说 中国现在既不是法治社会 也不是自由社会 不是民主社会 对吧 所以呢 蒋方舟才发出这种呼唤来 什么时候发呢 2012年 6月15号 蒋方舟呢 还有这么一条微博 他说 中国护照被歧视为全世界最垃圾 免签入境的瓜 只有18个 再 有14个在非洲 连去港澳也要签证 全球183个国家 倒数第三 紧列于朝鲜 巴基斯坦之前 免签的国家是从来没听过的 香港免签的国家是135个 台湾免签的国家124个 大国崛起 涂增笑料 惊叹号 这就是 号称美女作家蒋方舟 这就是号称呢 代表中国的 代表未来的 跟着大官周游列国的 然后呢 被抬举到很高程度的 拿了日本的前写 日本人高兴作品的蒋方舟 他的微博里面的 白纸黑字啊 这个互联网这个东西 它有个不好的东西 那就是 你什么东西都在上面有痕迹 互联网也有一个好 那就是一切记录在暗 红豆就是红豆 黑豆就是黑豆 对吧 蒋方舟不知道 今天面对自己写下的 这些句子 做何感想 蒋方舟还有这样的句子 他说 因为人类历史上 都在思考和政变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用一种非常时期 括号疫情时期的状态 去判断哪种制度好 哪种制度不好 这种思维的武断 本身就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中国在疫情期间 被一些国家 被西方政客 骂为专制独裁 不给人民自由 封城 被西方 那么恶毒的诟病 蒋方舟在里边把话绕啊绕啊 是吧 绕之柔 但是无论话怎么说 隔壁王奶奶教导我们说 会说的永远不是会听 别人还是能够听出来 小丫头 你这话里有话呀 小丫头 你对中国的事 你怎么就那么别别扭扭呢 怎么就要冷嘲热讽呢 蒋方舟还有这样的句子 蒋方舟说 哎呀 但这不是最令我尴尬的 最令我尴尬和疑惑的是 每一个舞蹈都有一个高潮的环节 这是另外一段 关于所谓75度的描写 就是舞者跑到舞台的最前端的 圆形转盘上 侧卧在地上 啪的打开大腿 你看看 相声刺 啪 打开大腿 两腿呈75度角 展示他们没有任何遮掩的隐秘部位 转盘旋转一圈 确保每个角度的观众都能看到 像是一块顶级金枪鱼 接受时刻的检验和赞美 这时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看看看看 年轻女子蒋方舟 著名女作家 她把这个画面描写成这么热烈 结尾是热烈的掌声 她当然不是只写日本女人 她也写自己 她说我记得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渐渐发育 十一二岁就发育 也正常 她说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好奇 她说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 在镜子前面打亮自己的裸体 我爸爸一声呵斥说 你干什么 我立刻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如果说这是一个小女孩 在性意识猛醒的时候 经历过的一件事 写写也无法 我说这事的确不宜过分解读 但是下面的事却不能不做解读 蒋方舟 她的微博里边 有一个全国流传很广的 她写的一个故事 文学形象感很强啊 对吧 耐人寻味啊 她说 她呀 遇到一个很好的可以写短片的材料 这是听人讲的一个故事 在部队 嫂子千里迢迢来看牌掌 牌掌呢 派小战士去接嫂子 路上年轻的小士兵 就把嫂子扑倒在草丛中 山九号 点点点点点点 你看多有画面感 久而久之 嫂子很爱来看牌掌 小士兵也很爱去接嫂子 草丛里的事 牌掌知道了吗 知道 他故意安排 他知道以后在战场上 心中有愧的小士兵 是会替自己挡枪子的 这就是我们的著名作家 蒋方舟女士 对解放军的战士排掌之间的关系 这些战场战友情的描写 当然蒋方舟可以辩解说 我没说是解放军排掌啊 我没说解放军的排掌 那请问你说的是谁的排掌 你说的是美军的排掌吗 你说的是日军的排掌吗 你说的是谁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著名作家呀 这个著名作家 叫闫连克 闫连克 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 这个作家他写的作品 替日本人开拓 说中国一个小姑娘 几十几年前 七十年前 有一个衣衫蓝绿的 浑身是血的 破衣烂衫的 那么一个日本的军人 给了他一块糖 于是小姑娘知道了 世界上原来还有一种叫糖的东西 于是这个已经变成老奶奶的人 逢人呢 就说他呢 想见见这个日本兵 后来闫连克就把这样一个故事 把这样一个故事啊 说给了日本人 于是日本人就来见这个奶奶了 看看人家闫连克笔下的 中日友好 闫连克他没有讲 那个给一块糖这个士兵 他在别的地方杀了多少人 他没有讲 这个杀人如麻的日本兵 干的那些事情和一块糖之间 是用什么样的关系 用一个技术细节 扩大这个细节 来写日本军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力量 这是真实的历史面貌吗 还有这个延连克 他在写自己获奖改言的时候 他说他老家很多老乡 老人问他 有一天待到半夜 一个老乡问他 说中国原子弹 能不能一颗原子弹 就把一个国家给抹了 他如果真有的话 咱们为什么不趁着世界 其他国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咱们把原子弹发出去吧 别的国家都灭了 就留咱们一个 他说中国人恶呀 中国人坏呀 中国人性之恶 他的老乡有如此罪恶的想法 延连克用非常细的作家的笔筑 写这样的故事 就这么一个作家 叫延连克 不说这蒋方舟 我们怎么扯到延连克了 蒋方舟降60分 被清华大学自主招生上了清华 然后又以自主招生的方式 成了延连克这样的作家的研究生 我说鱼找鱼 瞎瞎瞎瞎 这有什么区别 延连克这样的导师 教出来 蒋方舟这样的研究生 大家绝对不觉得 这事很正常 你联系所有的历史和他整个的轨迹 来分析一下 蒋方舟还真的不是单纯的 拿了日本的钱 写了一点日本的画面 浮光落影的 写那么一点邮寄 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这里边有非常深的思想基础 三观在里边 四观历史观 对日本对华的战争大屠杀 人家的笔下是这样的 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蒋方舟 和谁在一起啊 再看这张照片 蒋方舟跟谁在一起啊 再看这张照片 这人我不认识 头发有点白 跟谁在一起啊 跟谁在一起 那作为一个名人 别人拉你照相 这多了 什么人都是可能的 我也跟各种各样的人照过相 但是如果你只看照片 看不出名堂来的话 你看他的作品啊 你看他很多很多作品 你看作品当中 所表现出的人文倾向了 那当然就看清楚了 哈哈哈哈 蒋方舟还有这样的句子 他说因为台湾的反服装贸易 而抵制台湾 注意啊 反服贸在蒋方舟的笔下 居然反服装贸易 所以这研究生啊 这个看起来自主招生 降分太多 是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的反服装贸易 而抵制台湾 因为又同当街变虐 而抵制香港 不过 这有些尴尬 香港到底是自己人 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 于是开始抵制杜文泽 因为他出言嘲讽 挑衅大陆网友 看明白没有 知道不知道 蒋方舟立场是什么样 蒋方舟还有这样的话 台湾太阳花短暂一撇 暂且搁置其他 搁置其他讨论 仅仅对行动本身的观察 比想象平和有序 没有喧嚣吵闹 学生席地看书很多 有人维持秩序 包括举学乐牌 让大家注意小偷 警察经过的时候 学生让大家该警察 让道还有标语 让大家不要对警察 发怒或咆哮 这是对太阳花的描述 作家善于叙述细节 你从蒋方舟对于台湾的 所谓太阳花运动的这种描述来看 你难道看不出来 蒋方舟他到底在写什么吗 比方说咱们学雷锋 学雷锋在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人说学雷锋的政治意义 除了骂大陆 说学雷锋的政治意义 除了徒劳的企图 让所有的公民忘掉自我 做螺丝钉 还在于拒绝一切形式的制度改革 继续以虚假革命道德运动的名义 替代制度和政治的革命 掩盖社会矛盾 不愧是朝鲜金家的学生 这是骂中国大陆的帖子 你知道 蒋方舟在这上面 跟评是什么 钱驴继穷之举 这就是我们的作家蒋方舟 蒋方舟还有这样的短言 这个博文 他说有朋友 今天过生日 刚短信助他 与党同寿 会不会被绝交 很轻调 类似这样的内容 俯师结识 太多了 我请大家看微博上 师伟先生的一篇文章 师伟 老师的师伟大的伟 师伟先生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对蒋方舟现象 以及蒋方舟所代表的这些 拿日本人的钱 写日本人高兴的文章的 这波子人的现象 做了一个分析 我觉得大部分的分析 都是很开窍的 比我说的好 我这个水平不行 但是我是看了蒋方舟小姐的 这些文章和她的作品 以及她的一些表现 我也是觉得 有话想说罢了 到底您怎么看 那是您的事 我怎么说 这是我的事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